大家好!今天看到我Edison就知道一定是歌劇渣男的環節 大家猜猜我會說的是哪一個歌劇中的哪一個渣男呢? 給個提示 這個歌劇很出名 它是用女主角的名字來做歌劇的名字 大家猜不猜到? Carmen? Toranda? 還沒猜到? 好,讓我開鼓吧 就是威爾帝的名作Aida 而講的渣男就是裡面的男主角Rathames Diluce Fior Bel mio pensiero tu sei regina Tudi mia vita sei lo splendor 如果熟悉Aida的朋友可能都會奇怪 Rathames在裡面 去一個英明神武的大將軍 受到整個國家的人民愛戴 他又跟Aida一往情深 最後一起去 所謂的心情 活埋在金字塔裡面 哇,這樣的男人怎麼可能是渣男呢? 但其實我又覺得 嗯,想深一層 其實如果Rathames有一點點不同的話 可能他們的愛情結局 未必需要這麼悲慘的 第一個我覺得他的渣男特質就是 他政治的守 或者政治智慧不足 這個可能就是今天香港面對環境一樣 他可能就是一個很打得的一個軍官 骁勇善戰打仗沒問題 但是他面對的情況 恐怕就不只是一個打字可以解決到的 因為牽涉到的就是一個國家的仇恨 那麼這個仇恨 就怎麼可以這麼容易靠打去解決呢? 對不對? 當然要用一些政治的守門 政治的智慧才可以解決到的 那其實 其實可不可以想一下 他提議和Aida這個敵國的公主 其實可以提議一個政治的婚姻 去聯結這兩個國家 透過政治婚姻去結紋 在歷史上都出現了很多次的 為什麼不可以在他們那裡實現呢? 可能就是透過這個政治婚姻 就將這個國與國之間的仇恨燒除了 甚至結為好的朋友、好兄弟 那是不是一舉兩得呢? 而第二項的渣男特質呢 就是 他都不懂得選優惠的地方 話說就在整個劇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就是話說就是 Aida約了Water Max在一個見面 途中呢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就被Aida套出了 他Water Max的一些軍事部署 而被Aida的爸爸 Monastro去偷聽到 這個也不算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 Water Max真的被Aida裝了彈弓 問題就是 之後 Aida的情人 也就是 所以說是Water Max的上司 又突然撞破了 在那個優惠地點出現 這個就很有問題了 你想一下 優惠當然是選一些秘密的地方進行的 怎麼可能 這麼容易就被人發現到呢? 雖然在劇裡面 就沒有說明 究竟是Aida還是Water Max去提議 在那個地點去優惠 但是無論如何 兩個人決定了的事 就是集體負責 他打仗就厲害 他平時就知道 究竟在哪些地方 可以部署士兵 才不會被人發現到 但是很明顯就是 去到兒女私情 這些偷情的地方 他真的不太懂得 選一個合適的地方 所以偷食 原來都是要一些技巧的 而第三項的渣男特質就是 他說走不走 為什麼說走不走呢? 話說在剛才那個場景之前 Aida其實就哀求 Water Max 不如我們一起私奔吧 因為他已經知道 他們兩個的愛情 在這個國家受惡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很難開花結果的 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雙雙的私奔不如離開 夾大師徒 才有可能是可以修成正果 Water Max 其實都被他說服了 都說我們一起走吧 誰知道 當Laris出現之後 他又變了另一個人 好像忘了剛剛他說完的承諾 互送了Aida和他爸爸一起走 而他自己選擇留下自願的被捕 而最後也是因為這樣 而被判了他是一個叛國者 要去接受死刑 所以最後他只可以接受死刑 而Aida就偷偷地 潛入金字塔裡面 兩個雙雙活埋殉情 但其實如果你想一下 其實在那個情況 他一起跟Aida一起逃走了 整個故事就不同說法了 兩個就不用死了 可能就有一個Happy Ending 所以說 真的可能 Water Max 他放下不了自己 在自己國家裡面的 愛國的情操和榮譽 所以到了關鍵的時刻 他依然選擇留下 而放棄了剛才忘記了 剛剛之前才跟Aida說完的承諾 說了那麼久 綜合了我剛才三個渣男的特質 但現場就有女觀眾覺得 她好像聽起來都不是那麼壞 其實好像挺好仔 而作為一個會聆聽民意的我 就因為這樣 決定給她一個渣男 今天歌劇渣男就說到這麼多為止 如果大家有什麼感受 覺得 其實Water Max 都真的不是這個渣男 歡迎大家 可以留言給我 交流一下 究竟 他是不是一個渣男 或者你想我說 哪一個歌的渣男 都可以跟我說 我這麼聆聽民意 我一定會回應大家的訴求 今天就說到這裡 拜拜